李金言 那个男嘉宾 我刚看你那个VCR上面的配乐 都跟你这个人特别符合 都是特别的喜庆那种 然后我就想让你展示出 另外的一面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深情地唱首 那个歌 情歌之类的 唱那个特悲的那个 对 让我看到你另外一面了 人都有两面性 多面性 特悲的歌 那你唱那首歌 那个 那首 小白彩阳 地里荒芽 我怕两岁上 死了娘啊 唱这个 来 这个我还真不太会唱 把悲伤留给自己会唱吧 这样吧 我唱一小段吧 就是那个陈小春那首 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 他已有了爱人 从他的眼神 说明了我不可能 每当听到 他或他说我们 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他还比你 É 那喘子不好唱的也不好 好 真的非常感谢 超过了 杨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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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杨冲免费听歌 好了 刘一帅 男嘉宾您好 因为我刚才听到 微笑 你刚才说到 在爱情的初阶段呢 是比较艰苦的 而爱情的结尾呢 是比较痛苦的 而你追求的呢 只是爱情中那段美好的记忆 那么我现在想问你一下 那爱情与婚姻这两个东西 你认为是一样的吗 我认为是一样的 当爱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觉得结婚是很有必要的 那你认为什么 就是VCR中一直认为说 结尾是痛苦的呢 这可你智慧了啊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要是爱这个女孩吧 我肯定不会主动放手 但是她要走 我肯定也不会拦着 那这个在我看来的话 你对爱情还是不够坚定 爱情的最终一定是痛苦的 事实上有多少人 有几个人两口子 同一天就嫁喝西去啊 这么说肯定是 对不对 最终是有一个人先走 难道不是痛苦的结局吗 对不对 肯定是 张文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的女朋友 是野蛮女友的话 而你又是一个很耗面子的人 你是要面子还是要女朋友 那麻烦了 就是不懂事的 那得看他野蛮到什么地步了吧 说走走 不给你面子 他要面子呀 拎着耳朵就走那种吗 对 那估计我接受不了 然后你的朋友要是不高兴 你拎着他耳朵 滚 这个不吓你叉声 为什么呀 因为我脾气好啊 他拎着你的朋友 咱俩在一块 他拎着我滚 野蛮女友嘛 然后那烧烤摊 摆七天 有五天他来 这那就肯定接受不了了 好 那各位 你们的选择呢 现在离开还是留下 还有齐家 张婉璐 李金阳和刘帅 为你留着四盏灯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吴小强